今宵 林光公子有所不止 下酒菜中店 极品就是衙子 你上一口小黄酒 搅上两口桂花呀 人生足矣足矣 好辣啊 你们今天那酒怎么这么辣 不过啊 若说起这杯中之物啊 人世间那点小酒 和颜又君这仙家蜜酿一比 那就是 什么来的 那就是对了水的冒尿 完全断不上台面啊 三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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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从来富贵入凡尘 醉生梦死谁如意 人生四大乐事 无非就是吃喝玩乐 最近在凡间这几日 过得可还适应啊 我来凡间这几日呢 都有小仙官陪着我 他夜里当职 这白天除了小睡片刻 都会陪着我下棋 扶琴 谈诗论经 我过得倒是没有那么无聊 真夜神殿下 还真是挺细心周到的 把你照顾得十分妥贴嘛 当然了 不过 扑车君 你刚刚说到的吃喝玩乐 先不说这吃与喝 玩跟乐有什么稀奇的 紧密 初来乍到 还需要扑车君多多指点了 我告诉你 这天上什么都好 就是太寡淡清冷了 不好玩 阳春白雪自然是好 可是又怎么比得上 这世俗的乐子 来得痛快直接呢 本君这就带你找乐子去 那有劳了 你知道什么叫找乐子吗 我 我今天就带你去见见 真正的乐子是什么 好 好了 到了 这 这不就是普通的腹皮小店吗 进去就知道了 走 老板 有没有新鲜的鱼儿卖啊 走 二位客官 且随我来 走 二位小心抬肩 二位小心抬肩 好 要赌钱 筹码大比高手多 就要找对地方 到地下赌一次才进行 回来 来 胡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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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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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公子 我们可是小本买卖 架不住你这位高人的折腾 我求您别砸场子了 我谢谢您了 这可真奇怪啊 嗯 这麻将吃得太无趣了 对垒嘛 有树有硬菜好玩啊 嗯 就像 我跟小玉仙官对弈 他吃我二五子 我吞他五六子 嗯 轮番树硬菜有意思嘛 唉 哪像这个麻将啊 我听什么牌 就摸到什么牌 我常常都糊 除了因这些什么 沉甸甸的黄白之物以外 一点意思都没有 不好玩不好玩 走吧 我選擇这个 这个是 Jess 那个是阻振的 原本是谁 都是你 我逗留了 我们怎么会带来 其实都没有一报 可是我 ilk说 你这些草争是 不然啊 我 countess 你们有些人 没人之姿的少女 或是一个头戴葡萄藤的仙童 你俩有谁见过吗 没见过 回禀殿下 我等都未曾见过殿下要寻知人 奇怪啊 这一带紧密的气息分明很强烈 此处的帝仙可都到齐了 回殿下 尚却一名帝仙张福德 他的所下地在何处 那边 46.5 既然已经试过了玩儿 那我们就来试一试 人生四大乐视中的最后一项 让你体会体会 这就是传说中的宛春楼 嗯 不如就让本君带你闲去一试 我 保你喜欢 走 走吧 走 瞧瞧两位俊俏的公子啊 快 姐姐 姐姐 快进来 进来 进来 接客了 接客了啊 够啊 小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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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味啊 好难闻啊 这个啊 就脂肪味 你看这些姑娘们 对她图在脸上 找客了 二位公子 你们可有相熟的姑娘啊 把你们这儿的头牌 给我叫上来 好嘞 小蛋 头块 接客了 五哥 赵峰出来了 赵峰出来了 快 别走啊 二位公子 你怎么真是走呢 回来呀 快回来呀 你怎么看我什么呀 你们要是不满意 你们要是不满意 我们这儿还有海棠水仙呢 走别走啊 走啊 吓死我了 你刚才没听到说吗 这掌方主 牡丹 我要是被掌方主发现 把我给抓回去 那我就完了 我肯定会受到责罚的 还好我反应快 跑得快 我一时疏忽 我竟然忘了你是个女的 干嘛干嘛 我是个女的 跟这 跟我这个女的 有什么关系啊 当然有关系 我再带你去个地方 走 这是什么 这出戏叫董贤 讲的是汉埃帝 和他的宠臣 董贤之间的故事 走 走 公子 公子 来了 你这是干什么 这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公子你可真爱说笑 这里当然是戏园 你采怒 будут 你想要 explodes 怎么 cliches spac 这便备了 还要先回来 你爹 什么 向护后 处理寝 请们 我不 极品真的是敬畏天人哪 你怎么知道他是天人 他知道你是天人 妖怪 妖怪 妖怪啊 妖怪 火山殿下 是不是又要为难锦觅啊 本身记得 他也不再欠你任何灵律 我也记得和你说过 若你胆敢把手伸向齐无功 我绝不会饶你 锦觅仙子是本神的座上贵宾 颜佑 你坐惯了梁上君子 怎么这回连润玉的贵宾都窃走了 你让本神情何以堪呢 不知道是我颜佑面子大 还是这颗小葡萄的面子大 今日得见火神夜神 两位相神聚首 不知道夜神今天来是唱哪一出 群音会啊 还是将相和 旭凤 你带锦觅仙子先走 我和颜佑君有话 那要好好聊一聊 我 跟我走 你怎么也打人家来了 你怎么也打人家来了 是不是觉得无聊来人家逛逛 我 你不会打我吧 打你 那我倒不是打自己呢 discussion 小9相关 来得倒挺快啊 今人得见两位至尊天神 此生足语 我四处找不到锦密 没想到 是大殿下做的手脚 不知大殿下这么费尽心机的 把锦弥的气息 引于事情之中 亦与何为啊 锦弥乃是润玉友人 身陷淋雨 润玉自当竭力相助 人到夜神身躯简出 两耳不闻窗外时 没想到经这般古道热场 大殿下做了护花使者 却让弟弟我平白担了这罪责 花界的掌方主 以为是我劫持了锦弥 大闹气无功 这件事大殿下可知晓啊 想不到竟闹出了 这么大的风波 让掌方主误会你 实在是我不好 夜神殿下 若真心帮我看护锦弥 亦算是帮了我大忙 谁能料到 大殿下照服有人 竟照服到烟花之地了 锦弥先前去戏院 我实在不值 是我疏忽了 掌方主又来寻我了 可别让凤凰将我供出去猜好 二位聊了这么久 是不是口渴了 我听闻啊 这一间四大乐事是吃喝玩乐 如果您二位口渴的话 我酿了一些桂花酒 不如请二位去尝一尝 吃喝玩乐 哪个叫你呢 小仙 小仙 向两位殿下复兴请罪来了 何罪之有啊 小仙有罪 小仙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摊得悲忠之物 让严佑军将林光公子给带走了 大殿 听说离此处千里之外有座寨子 里面住着一窝山匪 下来一趟不容易 不如我们替天行道 顺手给他端了 甚好 别别别 那寨子里的一干小匪 是小仙樊俗兄弟的 曾孙的子弟的第三十六代子嗣 还望两位殿下高抬贵手啊 咳死我了 给我点水喝 我去去就来 马上回来 快点想办法 来 喝酒 快点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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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办法把闹灌醉 让我脱身呢 可是那点贵花酿能行吗 开玩笑 那小方子是从九仙身上摸下来的 天子忽来不上传 神仙喝了坠云桶 放心 包在我身上 张义 那从明日起 那从明日起 你就去老君的丹房 做个起炉烧火的仙事吧 火神殿下 那老君的丹房蒸笼一般 小仙怕热 怕是倒是丹丸没熟 小仙倒是被蒸熟了 能不能换个成绩 换一个 好啊 那魔戒变成王府 还有一个捉魂的权 不如你先去顶个纪念 谢谢火神殿下恩典 小仙 请愿甘愿以及自愿 还是去老君的丹房烧火 那好 明日即刻夫人 是 我也错了 我也错了 你又错在何处啊 小仙千错万错 实在不该交紧密赌钱 本身孤落寡闻 听说有个什么人生四大乐事 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呀 小仙是白日里喝就喝傻了 人生四大乐事 是琴棋书画呀 嗯 口误 纯属口误 如此说来 我们还错怪眼妖精了 不不不 小仙千错万错 实在不该将紧密 抿去那烟花阿渣之地 二位上臣 大人不计小人购 就放了小仙一马吧 还好先跟上吻 没被那浊气给染了 不过话说回来 锦密仙子这酒 酿得倒是甚好 真的吗 如果小仙仙官喜欢的话 我就将酿酒的秘诀 传授给你吧 那就这么说定了 待那昙花盛开之日 润予一定扫结以待 恭候锦密仙子上闻辞教 好 亦言为定 兄长 你我二人好久没有像现在一样 坐下来饮酒了 来 是啊 以前我们还能时常一起共饮 如今各有政务在身 确实少有交杯换盏的机会了 你们的酒是不是快没了 我去给你们拿酒啊 兄长 似乎对锦密很伤心呢 活神 此话怎讲 锦密 非你我所能期望 来了来了 今日让我们一醉放休 来 这酒后知道 你别喝了 没事的 凡人都知道 酒逢之计千杯少嘛 来来来 喝吧喝吧 来 干 来来来 我也不愿意 我也不愿意 她是不是 她在啦 你能够呢 你也不愿意 谢谢阿姨 你把我喝酒都吃了 小月香瓜 酒都喝酒了 你喝酒了 咳了 你也醉了 我當然不會醉啊 我是倩輩不醉 你怎麼還不醉啊 鳳凰 鳳凰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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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給我送綁啊 有沒有人性啊 鳳凰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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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妨想要 鳳凰 是我啊 你還記不記得 你欠我一千年伶俐呢 既然你不反對的話 就說明默認了 欠債還錢天經地義 那我自己來取了 我取了啊 死鳳凰喝了這麼多酒 還要護著靈力不給我 算了算了 三十六計走回上 情緣 我正準備去給你做鮮花餅呢 不用了 我不餓 既然你不餓的話 你是不是該將欠我的靈力還給我了 對啊 我欠你多少來著 一千年 好 你過來 等一下 鳳凰 你我的靈緣相衝 如果 這麼多的靈力 一下子給我 會不會反噬到我啊 這水靈珠 會緩解我靈力中的火星 那就好那就好 你實在太有心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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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凰這純精的靈力 果然與眾不同 哎 凡凡 凡凡 南無沙 是要擁有靈修 今天什麼好日子啊 這麼多靈力等着我 狐狸仙的圖側上 當初快了不少靈修的法門 哎 真是輸到用石方恨上 当初怎么要好好看看呢 细圆子里那肉端子拿着怎么做来着 品质 让爷好好疼疼你 阿凤 让爷好好疼疼你吧 你就算是叫也没有用的 阿凤 你就疼了爷吧 阿凤 你就疼了爷吧 好 knife 阿馨 番回事 便 알 风轻轻吹洒 天地分开 相隔万丈 那又能怎么样 月光连接了思量 拿到其你的 我招下 今天我招下 你老女 不能激讨 你不 Sad 你陛下 灰灰飞就灰飞吧 灰灰就灰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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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困 两尘美激 乃火腾 你怎么还在这吊着呢 火车摸不着糊涂了 你们谁也没给我来松绑啊 殿下 什么时候放 bajo下来啊 你就在这吊着吧 放这闺中如花美眷不报 偏跑这来虚度四水流年 还长虚短泽 真是暴天天物 辜负春晓 自己做贼看谁都像贼 我问你 你为什么阴魂不散 痴缠锦觅 羡慕吗 嫉妒吗 好奇吗 想知道我和锦觅那段旧情吗 想知道的话 你想放我下来我就告诉你 你如此关心锦觅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 他为何对灵力如此执着 还好你也没事儿 否则六姐女子真要包含终身了 唐有半句许言 我让你终身包含的女子 小孩有娘 说来话长 小孩 静谧 静谧 快跑 我跟你拼了 静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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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 大神仙来了 他来救你了 大神仙 你是来救我的朋友 肉肉的吗 没事了 大神仙来救你了 肉肉 你的朋友 刚才被穷奇的温真所生 又被他震碎了心脉 我的灵力有限 恐怕 不可能的 你怎么会灵力有限呢 你肯定是来救我朋友的 你肯定能救他对不对 你一定能救他的 我的灵力都可以给你 我不要灵力 我死都可以 只要你能救救他 我求求你救救他好不好 万万不可 以你的灵力 自身性命都难保 更别说救其他人了 我不要自己的性命 我只要救他 大神仙 我求求你救救他 你救救他吧 你一定能救他的对吗 我在哪儿 肉肉 这几千年 有你的陪伴 我很开心 若 若有来蛇 我们还做朋友 不会的 肉肉 你肯定什么事都没有的 肉肉 不 儿子 会儿子 很想碓 还在这里 又不是 宝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宣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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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冤灵失眠 如何能复生安 我瞎编的呗 不过就是想让他有个念想 好好活下去 想不到他竟然有如此一段伤心往事 他为什么不跟我提起呀 他这个人呢 有时候没心没肺的 有时候呢 心思比谁都重 以我对他的了解 他应该已经把你当做自己人了 是不忍心你与他一道伤心呢 好 不妨按你们吹销苦短 告辞了 锦觅仙子真是有情有义啊 你醒了 夜风一吹 醒了酒 方才你们说的 我都听到了 那你觉得 他说的是真是假 姑且兴致 这个严幼军不简单哪 是啊 虽说九百年前 琼琪被斗母援军 封了八成的灵力 但剩下的两成也难封对手 严幼就能凭一己之力将他驱走 我之前有一事探过他 他的灵力精准深厚 远在其他十一位圣肖先军之上 不知道是在哪儿修得他 这就奇怪了 我还以为他修为平平 难道他保留了大半灵力 莫非 他是故意在你面前隐藏实力 不瞒战神 却瞒我一个区区丝业之身 确实奇怪 不久之间他来过我的七乌宫 寻找紧命 似乎 书安递行 他修的是水系树法 却不具我未练化的火星灵力 不具我未练化的火星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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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是他 我去把他追毁 我们先别打扫惊蛇 他陷技在身反而好办 我们先静观其变 看他的背后究竟是何人 这等危险人物 断然不能再让他靠近几名仙子 然后在 Лì house 这是我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以后 你要保护好你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玉仙瓜 锦觅仙子昨日睡得可好啊 很好 不知昨晚的桂花酿 是不是让小玉仙瓜上了头啊 锦觅仙子佳酿 唇而不裂正是上品 只可惜润玉素来酒量低浅 倒是叫锦觅仙子笑话了 锦觅仙子来得正是时候 润玉正好把你我上次 未尽残局摆好 不如趁此间晨光正好 将其一了 也好 也好 对了 小玉仙瓜 凤凰去哪儿了 母神寿臣在即 润玉迎时下之时 看见旭凤匆匆离开 估计是回天界拜应母神去了 靖觅仙子这发簪 倒是别致得很 不过是随手捡来的 如果小玉仙官喜欢的话 大家都是朋友们 我可以送给你的 润玉倒是认为 这凤灵耀眼了些 不如锦觅仙子平日里 别的葡萄糖风雅 真是稚气啊 我也觉得葡萄藤好看 古典中透着朴素 低调中又有华丽的感觉 如果小玉仙官喜欢的话 送给你结吧 荣幸之至 尘尘尘尘 那不如这样吧 我请小玉仙官去吃草点怎么样 我昨天赢的都是黄白之物 听说在人间很有用的 吃 穿 用 度 都可以用得上 还可以买冠杰 据说还可以买孩子跟老婆 对对对 我都忘了 小玉仙官已经是定亲之人了 不然 倒是可以买几个老婆送你 可惜了 多谢锦弥仙子好意 这早点甚好 只是老婆就算了 太上老君积极如律令 辩 果然了你啊 辩包子 辩包子 辩 辩 辩包子 辩 辩包子 辩包子 想不到这包子竟然变成了冰雹 我来 完全被我的法术震撼到了 徒弟仙可还有事 小仙见过叶神殿下 小仙近日要去老君府上复命 临行前 特来向两位殿下和林光公子辞别 不巧 却不见火神殿下和林光公子 不知 不知这位仙姑怎么称呼 伟伟大的冰雹